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行其道 互联网告别免费时代是倒退吗 头脑风暴 精彩现在开始 大家好 让头脑进入风暴 让风暴改变头脑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头脑风暴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马洪曼 从互联网产生最初我们用的很多资源都是免费的 从最早的免费看新闻 免费的用邮箱 到后面免费的去下载音乐 免费的去看电影 大家已经习惯了免费 但最近一段时间从免费到收费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今天三月份我们听说 微信开始对它的提现功能开始收费了 而且不只是这一项 很多之前我们看起来免费的音频和视频的资源 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始倾向于收费了 那么这种趋势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我们消费者又如何来看待和解读这种趋势呢 今天我们头脑风暴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在我右手边是我们两位认为支持收费 认为告别免费是进步的嘉宾 他们是乐视控股的CMO 易道用车的总裁彭刚先生 欢迎彭总 还有位嘉宾是我们来自于 阿帕斯的创始人兼CEO李涛先生 欢迎李总 左手边跟他们观点完全对立的两位 是我们认为支持免费 认为告别免费是倒退的两位嘉宾 他们是大众点评网的联合创始人龙伟先生 欢迎彭总 复兴集团的董事总经理严永先生 欢迎严总 现场两位资深的评论员 一位是我们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 童士豪先生 欢迎彭总 我们SM级的主持人 也是我们消费者用户的代表 刘彦池女士 欢迎您 好 一开场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最近从免费到收费 到底发生了什么现象 免费 这个对于用户充满吸引力的词 曾被互联网拥顿者奉为黄金宝典 以著名的互联网公司Google为例 为了跟微软的版权收费策略叫板 Google就曾经先后将图书馆资料 前所 邮箱 地图 照片管理 办公软件等全部免费 到现在Google逐渐成长为 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 在一切共享的开源精神之下 互联网中曾经充满了免费的资源和服务 不花钱的以前很多 好像之前都不怎么花钱吧 比如说一些资讯发布 社Q音乐 和微信 叫外卖嘛 有的是它会有补贴嘛 然后还就是那种转车 就充一百送一百 然而 当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互联网一切免费时 情况却在悄然改变 自3月1日起 微信支付对提现功能开始收取手续费 不仅是移动支付 在互联网的其他领域 免费时代似乎也在逐渐远去 2015年 国家版权局下发网络音乐最严厉 随后网易云音乐 QQ音乐 虾米音乐 酷狗 阿里音乐等16家 直接提供内容的网络音乐服务商 主动下线未经授权音乐作品 二百二十余万首 此外 视频网站也开始广泛实行收费会员制度 曾经疯狂的各类服务补贴 也已渐渐消失 那么互联网的黄金法宝免费 为什么不再大行其道 互联网告别免费是倒退吗 开场呢 首先来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来参与一下互动 我们拿起投票器 我们来做一轮投票 投票的话题就是 互联网告别免费时代 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 各位选择一的话就是退步 选择二的话是进步 三 二 一 请投票 这个现场认为告别免费 是退步的只有26% 大概70%多的现场观众认为 还是愿意花钱的 这个投票器是不是坏了 这个有问题 大家都同意付费吗 你们真的同意付费的人多吗 你们愿意看新闻的时候付费吗 互联网上更多的是那种信息内容 信息内容一直是免费的 他说互联网绝大部分 其实都是收费的 只不过有一部分信息还是免费的 刚才龙总说的 他又在误导大家 从互联网一开始 网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慢慢慢慢这些文字 信息图片都慢慢充实起来了 这些信息从一开始 就是靠来自于大家的 互联网所谓的就是说 它的共享精神 就是说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一部分内容 分享到网上 我觉得我支持主持人 互联网从来就没有免费过 所以这就是收费是进步的 因为 大家同意他说的互联网 从来没有免费过吗 因为收费可以让所有的版权人 收到他们应得的回报 因为为什么说互联网 从来没有免费过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有人在给你买单的 我就拿一个上来说 我们说的免费是对我们的用户是免费的 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免费时代 杨茅出在杨身上 消费者买单把钱给了广告主 广告主呢 这个再把其中的一部分佣金再付给你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大众点评一直在从用户收到钱 不对 我举一个例子 大众点评从一开始的时候 对 而且一旦是这样呢 你会发现说 商家呢会把他的价值提升 会把他的这个服务做得更好 其实很多用户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其实我一直想建议 大众点评做这样一个服务 叫做秘书服务或者是管家服务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就直接像 比如说我们像严总啊 像彭总啊像童总啊 直接收费 就是每个月我收你30块钱 然后你每顿饭我都帮你来设计 我知道你的喜好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更好的服务 你这样就不是大众点评了 变成小众服务了 每个月就服务于那些VIP 我们还是要服务于大众 好 来 对消费者收费者角度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 就是还是我讲的 就是互联网的精神 前面都提到了开放共享 也就是说你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 就是说你的产品也好 都是要考 从绝大多数的角度去思考的 我们打个比方 公共厕所 在我看来就是应该完全免费的 因为这个就是说这种是 就大部分人都需要的 如果你要去就是要去 博物馆我觉得就是应该收费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博物馆 严总现在这个绰绰免费 博物馆也是免费的 对 所以我就说博物馆免费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需求就是说是 比如说你到夏天 你去看博物馆 人满为患 因为都是为了去那个空调而去的 因为你是免费的 我真正想去欣赏艺术的人 反而要排很长的队 所以您那次需要对消费者 做一个区分 对消费者也是 或者说对你的服务 到底是针对绝大多数人 还是说极少部分 您的基本观点呢 就是绝大多数人一定要免费 免费的模式是要坚持的 来厌持 作为消费者来反馈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一方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 今天这个倒退和进步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点 来衡量他们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你刚刚提到的互联网的精神 我最赞同的是平等和开放 有一些收费是不平等的 就是说我愿意付钱 我才可以享受 我不愿意付钱 我不可以享受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和关闭式的状态 我觉得有些概念是 大家在模糊这些概念 比如说互联网的精神 是否一定是免费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现在大家都认同 这个买东西是应该付费的 可是看一些服务的话 肯定可以是免费的 但是一开始在 没有这个苹果之前 连买东西都可以是免费的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 那个Steve乔布斯的 那个电影 中间那两个 这个苹果的共同创始人 互相有个辩论 那个胖胖那位老兄 就说这个苹果 是我做出来的 你乔布斯到底做了什么 是我设计的 是我找人去生产出来的 那乔布斯说 没有我 你还在那个车房里头 免费的卖你的东西 大概能用的人 不过就一万个人而已 这部苹果公司缔造者 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电影 折射出一个事实 苹果的商业逻辑 完全占到了免费模式的反面 PC时代 苹果电脑产品配置好 定价高 互联网时代 苹果就推出了付费应用Items 很短时间销售音乐五亿首 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苹果又推出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大获成功 环环相扣的营销链条 帮助苹果积累了一大批 忠诚的付费用户 既收了钱 还能不掉粉 不过 尽管苹果的付费模式 引来众多模仿 却没有人能真正复制 苹果的传奇 因为我有价值 人家愿意付费 才创立了苹果这样子公司 所以如果用户不付费的话呢 你很难完成一个伟大的企业 有一个问题 也有一个很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谷歌 大家都知道 谷歌一直是免费的 我其实这是反对的 谷歌并不是免费的 事实上 谷歌伴随着它的安卓系统 提供给用户的Google Play 原来免费 现在开始收费 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 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 Google Play是收费 我们用Google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它看到了苹果 通过收费 给用户提供的优质服务 在全球获得了 将近十亿用户的支持 其实有一个话题 没有被讨论 其实是微信 因为微信是大家每天都用 这个微信非常好 但是微信收钱了 怎么办 因为它拢贯了 假如微信发信息 都开始收钱了 那很可怕 那很可能会被抛弃 我严重怀疑 微信这个所谓的 期限收费 它能维持多久 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的 第二天 我就看到另外一条消息 说中国银行 给我发了个信息 它说 给其他任何银行转账 全部免费 是免费的 所以传统行业 传统的银行 都在挑战这件事情了 他们原来是要收费的 但是他们在 他们不收费 反而是互联网说 我要收费 你觉得它能长久吗 只要有这种竞争存在 它很可能过两天 它就会取消这个收费 而且现在互联网行业 反而是因为 大多数有些不付费的 它把精力 它没有在你用户 C端收费 它把它的精力 放在B端 结果它逐步 垄断这个行业以后 你得到的服务和待遇 是灾难性的 彭总这段说的特别好 反过头来 它把精力全放在B端 弄死你 你免费的 让用户全部都是免费 让它通过免费 来垄断了整个市场 而它又是从B端 来收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 商家考虑的所有的利益 都是B端的利益 它就会忽略所有的 好 我们刚才初步讨论的 关于这个互联网收费 到底进步还是退步 其实大家想想看 现在我们很多企业 都在尝试去收费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如果企业从之前的免费手段 现在变到收费手段 这个跨越到底怎么去实现 视频行业 大家如果想回忆一下 两年前 你看一个任何一个广告 看任何一个故事片的时候 前面你在派的上 才看多长时间的广告 你现在看多长时间的广告 现在要至少一分半两分钟了 现在你看任何一个视频 人家给你加个75秒的广告 你觉得你不是在掏钱吗 所以我们希望 如果视网能把广告缩短一点 那就不用掏钱 对不起 对不起 所有视频行业 就是因为所谓的免费模式 你知道吗 视频行业是个三条腿的行业 什么叫三条腿 只有靠广告收费 但是要花两个钱 这两个钱是无止境的洞 一个你得买正版权 因为所有人都是观众 你的版权 现在中国的导演说的不好听 你良心也变坏了 以前就拍20集 现在起步跟你干50集 就我们不要公共导演 对了 我只是说的话 所以我们要买版权 我觉得我听明白 不管是盆总还是李总 他们的企业都对用户 都是免费的 油量上面 我们为了确保你的观看不卡顿 你们都喜欢八点钟看的时候 我们得保证你不卡 如果你卡你还会去用吗 我们为了免费保证你们不卡 我们得不断地买带宽 不断地P2P技术的改进 这都花钱 但是只能靠广告收钱 结果大家都亏 所以大家只有一个办法 在你想象的地方都插上广告 未来很有可能这样 就像电视剧一样 你看着看着听好了 15分钟 一个广告进来 你觉得你爽吗 我们可以去上厕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上厕所 但我请问你 你一个小时能上几次厕所 对吧 一个小时擦四次 那你擦多少次厕所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不同意 你们就能够宁可每天晚上 忍受那么长时间的广告 就是不愿意掏出 哪怕只能买一张电影票 一半的钱去买个会员呢 那你们可以不这么干吗 事实上我们上网 我们已经交了流量费了 我们也交了网费了 后一点点钱 能够让你在互联网上的 体验和感受变得非常好 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互联网上的 所有的这种消费行为 都能够 我们所有的消费 都也能够得到升级 而这个升级 实际上是靠付费来支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认为从免费到付费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 为自己享受到的服务 支付合理的成本和费用 从而得到更好的服务 这是必然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最讨厌的 你们一直在说 因为收了费 所以给了我们很多的权益和利益 刚刚我们只提到了其中一点 如果它是个权益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跳过广告 对 那么请你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例证告诉我 除了可以跳开广告以外 还可以得到什么利益 说服我 让我觉得收费是进步 这段时间爱奇艺不是在做吗 包括我们家也在做 你是给他们一个广告的时间 不仅仅点广告 我们又不跟他们收费 内容的定制上 你比如说我们家 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太子飞 太子飞如果是会员看的话 它有三个结局 我们拍了三个结局 三个版本的结局 为什么 你要给会员 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 你能看到 你不是会员 你就不能看到 在国外 其实视频网站非常的承受 比如说赖飞 对南菲尼克这些 人家都是收费的 为什么中国人 我总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 宁可去看电影 就是不愿意在网上费费 中国的电影市场 不出意料的话 明年可能是最大的 超过美国 但是大家就宁可 买个50块钱的电影票 是 以视频网站为例 嘉宾为我们描绘出 付费可以带来的三大好处 一 跳开广告 二 观看更流畅 三 内容选择更具特色 而这些增值服务 能让消费者买单吗 业池你先回应一下 如果你付了费 然后它本来结局是一个 只能看一个 现在可以看三个 是 我其实想跟你们探讨的是这一点 因为其实我觉得 除了刚刚跳过广告 你说还有三个结局以外 实际上还有两种 第一种是高清 有一些是高清的享受 实际上我们很多用户 即便交了钱 成为你们乐视会员 也达不到高清的效果 因为它对网络的 那个要求非常高 家里的贷款有要求 所以如果我在家里 我知道 其实如果我们有 路由器的话 我的手机不可以上网 我才可以完整地享受一个高清的状态 我必须要达到其他都不动的时候 才可以看你们的高清 这第一第二是 还有一个叫独享影片 就是什么会员抢先看 有一些电影 其实比如说我在A网站 我可以是独享影片 我不是会员我看不到 可是有些地方B网站就可以 而且我们还有些什么BT种子 我们也可以用那些方法来下载 我也没有认为 我交了会员费以后 我想享受到了一个很棒的状态 在我看来是 可以说是免费模式1.0 其实到后面 你可以有2.0 3.0 也就是说 比如说通过增值服务 但这是你是针对少数人去收费 对大数 大多数人还是应该要免费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延长这个价值链 可以延长这个产业链 比如说或者价值链 就是说谋求一个 能够盈利的商业这个模式 或者打造一个盈利的公司 而不一定说 直接就去向消费者收费 这是我关键 严总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 就是从免费的服务 应该加上收费的增值链 或者是收费的这样的一个延长链 来给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这个同总谈到了苹果 对吧 苹果这个手机从卖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不仅收费 它肯定是卖的还非常贵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的手机 它在除了卖给你一部手机之外 它还带了它整个互联网的增值的 所有的体验都在里面 Apps到你从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了 有免费的有收费的 一起来提供给你 但是最爽的 通常的是你的收费的那些产品 免费的产品 一般用不了多久 一周两周 一个月可能你就不玩了 你就再去换一个 不对 我用的都是免费的 龙总先让我说 好吧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就会发现 就是它正在 互联网正在从最早的免费的 你从手机上免费 当了各种软件 变成像苹果这样 有这么多人买苹果 花中国手机三倍的价钱 去买苹果 去享受它的 多余的那一倍到两倍是什么呢 就是在享受 苹果带给你的互联网的 这样的一个增值服务 我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像 比如说阿帕斯在海外 我们有7亿用户 我们一开始 请问你这个7亿用户 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对 你先告诉我这个问题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们提供给用户的 实际上就是免费的服务 再加上非常多的 增值的一些服务 在里边给用户 大家知道7亿用户都是免费的 大家听到了 但是龙总 我就发现 正是因为我们自己 是用免费的 大家增值服务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这样的问题 很多厂商没办法 平衡这个广告的 这个平衡点 我把广告加的多了 那么用户不满意 我把广告加的少了 我自己赚不下去 最后的方法 我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不是提供广告 而是把增值服务放在里边 比如说增值的视频 增值的游戏 用户喜欢 那么它就可以多留一点 用户买的少呢 我们就把它拿下线 通过用户的付费 来给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让用户用自己的手来投票 用户给谁付钱 谁就可以留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我同意 其实我也是苹果用户 为什么我们会花钱去买 因为它真的给了我 很多的增值和服务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会下载苹果的收费软件吗 我不会 我就是想说 我不会 所以你买的是苹果的手机的硬件 不是它的互联网服务 不是它的互联网的服务 OK 到底时代的进步跟倒退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标准不是所谓的 简单的互联网精神 最主要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间 用户的收益是不是最大化 有没有新的价值 所以我通知大家一定要收费 您现在收费吗 我们4月份就会推出 新的体育会员收费 风暴现场 乐视控股CMO彭刚 突然宣布 乐视体育将推出 单独的会员收费制度 这又引来了 现场嘉宾的一片质疑和激变 我们4月份就会推出 新的体育会员收费 可能有单场的 有会员的 但是我认为 必须收费 只有收费 中国的体育的产业 才能够真正的产业化 各位普通消费者 我只想听到两个答案 第一个请说服我们 来谅解你们 为什么你们要收费 你们的苦衷在哪里 你们是真的一直在亏钱 所以要跟我们 这个是事实 第二是 第二就是告诉我们 除了你们刚刚说到那些 享受到的服务以外 还有什么服务 是你们要找我们收费的 就这两点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 告别免费 实际上应该换成 互联网合理收费 那合理的地方在哪 我举个例子 中超 中超现在在前两年 是裸奔的 不管我们看英超还是中超 我们都是免费的 我们有为看英超 或者中超付费吗 好像没有 如果我们让用户 能够看更好的比赛 用户是愿意掏这个钱 我想证明这个商业道理 同样的道理 今天中超的比赛 大家会发现 今天中超体肖动力 花了80亿 我们买了线上 花了27个亿 实际上这些钱 最后流到哪里去 所以你在今天的中超球场上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迷信 你想想这在5年前 10年前 你敢想象吗 甚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敢笃定一句话 就是梅西应该 在可能的预期内 这种剧情也会到中国的球场 不好意思 所以这对球迷来讲 你不是球迷 他不跟你讲 对球迷来讲 是一个享受 联网要从原来的免费 无由头 无理由的 无节制 无底线的免费 变成合理的收费 通过收费 来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 更好的企业 什么叫无底线的免费 请问 就像你刚才说 不给人家付版权 要把音乐拿给用户 你不能用视频和音乐 来偷换概念整个互联网 视频和音乐 就是互联网中间 很垂直的 很小的一部分服务 我们用的互联网的服务 远远超过你这些视频和音乐 所以龙伟最担心的 就是大量的 大规模范围当中的 收费现象出现 会伤害消费者的利益 其实只有一小撮人在收费 最新接手这个行业 应该是现在烧钱烧得最狠 弟弟的投资者 是不是可以理解 嘉宾提到这个 烧钱最狠的行业 指的就是互联网出行市场 2014年打车软件 一军突起 乘客在使用软件 叫出租车或者专车的时候 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资费补贴 补贴之多 甚至能让有的用户 完全免费乘车 这样的策略 让互联网出行市场迅速发展 但同时烧钱的补贴大战 越发惨烈 有数据显示 去年一年 国内专车市场 就烧掉了200亿元 滴滴快递 中国优步 易道用车和神州专车 等主要轿车平台 也纷纷找到 BAT和乐视等大玩家支持 对于他们而言 何时能在中国市场上盈利 还不可于知 但烧钱游戏短期 依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可能是现在互联网行业 除了内容行业以外 烧钱最狠的行业 是最前沿的行业 但是你现在也不敢 去年 去年这个行业烧掉多少钱 200个亿人民币 起 起 烧到哪了到 补贴 补贴给这些司机 补贴给司机 这个很准备 这个就是市场竞争的关系 因为有滴滴在 所以你易道不得不免费 不 我现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讲的是自由市 你们支不支持 自由的市场竞争 从用户的角度 大家不希望垄断 希望自由的市场竞争 对 不可以 因为有自由的市场竞争 所以才会有免费 如果只有一家垄断的话 那肯定大家都收费 一样的 今天你看到很多免费的 最终用户还是会买单的 对 用户会为将来的服务质量 会为他的投诉买单 用户有没有强制要求你补贴 强制要求你免费 没有 我们用户没有这个 但是这就是市场竞争 让你免费 让你补贴的是你的竞争对手 对吧 只要竞争对手存在 这个说得好 你就必须要维持 是你能让他们补贴的 这么严重 不是我们用户非要免费 是你在提供免费 是一个有序的竞争 而不是一个无序的竞争 你不免费 我免费 收费的互联网企业 能敌得过价格战吗 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说 这是个对等的市场 假设说 所以这还是很难 可以看到免费的 他敢收费吗 收费模式能帮助互联网企业 获得长期盈利吗 头脑风暴 互联网告别免费 是倒退吗 精彩稍后继续 不懂房地产却用273天 将企业做成估值10亿美金 273天日量我认为不高 你凭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获得了这么高的估值 直接回答 事业上强势 生活中他如何认识自己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女人 爱无其无联合创始人邓威 做客波士堂 本节目由西班牙皇室拥有 贝利斯橄榄油 当网络资源开始收费 用户会如何应对 很多我看以前我下的歌 什么都已经下价了 还挺不方便的 感觉免费总共有免费的好处 之前都会比较用比较多 然后现在收费感觉就不太方便 将来会是这样的趋势吧 需要一个缓冲一下 就是看它价格怎么定 不买单肯定是更好 对不对 因为不买单嘛 你也知道了 这肯定任何人都这样的想法 现在基本上是信息不对的 也不像这个常规的 比如说你说用电用水 还有听诊会 这种价格往往都是商家 他自己订来的 针对已经到来的互联网内容 服务的收费时代 网友们见招拆招 想出各种吃免费餐的攻略 对策一 囤货 找个硬盘备份音乐 好电影 将来朋友们还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硬盘 对策二 包一个月听几年 花20块钱成为包月会员 然后疯狂下载 一天下1000首 一个月就是3万首 接下来几年再下一次 对策三 发掘新渠道将免费进行到底 某信提现要收费 用不收费的网银呢 包月制度真的实行了 去找免费的网盘和种子 总之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么全面转向收费服务 能帮助互联网经济走出烧钱阴影 吃惯了免费的午餐用户 会为恢复的收费买单吗 我们在互联网当中 有个叫做一分钱规则 就以前一分钱都不要 现在你想跟消费者收这一分钱 虽然非常非常少 但是从零到一是非常难的事情 怎么去跨越这个门槛 如果跨越不好的话 实际上你有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淘汰 会被消费者抛弃 不会 事实上 你像阿卡在海外一年多的时间 拿到的7亿用户 其实就证明了用户会有愿意做选择 其实我觉得从免费到收费 最重要的 您的7亿用户是免费的 最重要的标准 是把选择权交给了用户 用户可以选择用免费的服务 或者是选择用收费的更好的服务 把选择权交给用户 自由是第一位的 比如像燕池 他用苹果的手机对吧 免费跟收费是一个组合的 免费和收费放在那里 由你自己来选择 这就是它的价值 其实我挺想说的 为什么用了那么久的苹果 我一直都可以用免费的 不去用收费 因为它没有强迫我很多东西 可是我觉得那些免费的 光臣你觉得免费已经足够用了 已经足够用了 我们有大量的好的免费的APP 可以供用户使用 你们这刚才解释 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躲避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开始 问一部分人收费了 然后你另外一部分 比如广告很长75秒 如果你的竞争对手 只上10秒钟广告 或者不上广告 那你的收费不就完蛋了吗 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说 这是个对等的市场情况 它不是这样的 而且不见得会完蛋 这就是让竞争自己去选 让用户来选择了 所以想法 事实上今天已经 它必须把某些内容买断 比方说中超或者英超 买断之后 只有它一个人 一个地方能看 所以它才敢收费 所以这也还是垄断 大家明白吗 假设说 另外一个视频网站 也可以看到免费的 它敢收费吗 它绝对不敢 我觉得这不叫垄断 这叫基本的版权保护 你想想别人还也 这不叫垄断 你能接受吗 就像你写的一首歌 你说我要收费 你才可以听 这不叫垄断 因为这首歌 是我自己创作的 是我的创作权 你也可以选择不看 那你花了钱买了创作权 这首歌的版权就是你的 就像我们 你盖了一个公园 你可以收费 也可以免费 公园属于你是你自己盖 那么你可以选择 收费用户来付费进来 你也可以免费 让所有的市民都进来 权利在于你 这个是唱片公司的事情 互联网公司做的事情 说我买断你10万次的下载 我钱付给你 我放到我的网站上 供用户免费下载 这是互联网公司干的事情 对 收钱应该是唱片公司 我先把钱付给 你是创作者也好 演唱者也好 我出10万个下载 到了10万个下载之内的 用户全是免费的 超过了我再付钱给你 这是互联网公司干的事情 百度音乐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我跟你分广告费 或者是说我先把钱付给你 我自己去卖广告 卖完广告之后 我让我的用户 可以免费的收听下载 我比较好奇 大众脸评 现在基本服务 都还是免费的 是吧 你如果想收费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呢 当然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刚刚03年04年 刚开始做大众脸评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美国的学习对象 叫Zaga C-A-G-A-T 它是收费的 它卖书是收费的 它的网站也是包月收费的 但我们从一开始 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中国这样的模式 绝对是不能收费的 哪怕我一个月收一块钱 也是不会有人到你这边来看 在美国他也没做大 后来要把他打败 这个是后面的事情 你们做得挺好的 为什么没收呢 就是害怕什么呢 我们叫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 我们的用户内容 一个餐馆下面有1000个点评 有500个点评 这些点评都是来自于 在座的各位的 都是我们网友写的 我们的基本模式叫UGC User General Content 所谓UGC模式 是指互联网用户将自己 原创的内容通过网络平台 进行展示 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 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 互联网的分享精神 也成为众多互联网平台 对消费者提供免费服务的基础 作为国内最成熟的 消费指南网站之一 大众点评的成功 运用了UGC概念 一方面网站以低成本 获取大量的餐饮信息资源 分享给消费者 另一方面又通过 鼓励消费者互动点评 在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 汇聚起大批的用户 我们的基本模式叫UGC User General Content 这些用户这些内容 都是来自于用户的 我拿这个用户 我再去问这个内容 再去问用户收费 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我们未来 没有 你有商家为你付费 未来的五年十年 所以你不需要商用户收费 对 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了 你模式不一样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 他模式不一样 事实如此嘛 我也是你们投资者 本来就是 你可以向你的三家收费 C端创造价值 你向B端收费 实际上你不能向 在座的每一个人 收费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价值就是在座的人 为你创造的 对 是他们给你的点评 这个就是互联网的精神 而不是你做出来的 来自于用户 还自于用户 所以你当然要向B端收费 而不是向C端收费 消费者在意的值 只要不问我们要钱就行了 对 无序的结构会导致一些问题 可能用户会短期受益 举个例子 我认为我个人判断 O2O的行业 尤其是外卖行业 这个战火 马上就会烧到你们的产业里面 不要看现在 烧到大众点评这边 不要看你们现在的 到你们是美团的部分 美团的打出仗 对 实际上 它市场合影很高点 实际上这场仗 还是个补贴战 这种补贴战是长久不了 都跟我们面对的 所有的 你没有创造新的价值 你没有新的价值创造 当然你可以说 我像商家 当你通过手机用户 手机APP可以下单 可以马上就把这个饺子 馄饨送到你门口 马上让你能够吃上 这怎么叫没有价值的 我们用户完全不同意 不不不 我觉得龙董说的这点非常对 但是你下单 饺子马上送到你家 用户是不是要付钱 用户付钱是付给商家的 本身我认为你这个服务 就没有创造用户新的价值 你是在做一个撮合的平台 所以你收费的理由 也是缺乏的 大家同意他的观点 一个撮合的平台没有价值 那你照你这么讲法 Google 百度都没有价值 我认为你这个撮合的平台 更多的基于C端 我认为你并没有创造 一个新的服务价值 在这上面没有加分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这么多的商户可以找到用户 用户可以找到商户 怎么会没有价值 收费会不会带来 新的时代的进步 我严重怀疑你的逻辑 知道吧 不是 我们现在最核心的是 今天讨论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 我们的说法是说 创造收费 就可以让一部分业务 创造新价值 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彭总打个赌 彭总也好 李总也好 你们有7亿用户也好 有5亿用户也好 我可以跟你打个赌 一年之后 你们中间的收费用户的比例 和免费用户的比例 我认为绝对 你的免费用户比例 要超过50%以上 这个你敢跟我打赌吗 我认为你说的这句话 你的用户当中 绝大部分还是免费用户 不 三到五年 有650%收费用户 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核心问题是 从0到1这跨越 到底容不容易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同意刚才这两位讲的 这个选择的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选择呢 其实是互联网 或者说免费里边的 一个更深层的含义 就是自由 所以那也就是说 你其实还是要 以免费为基础的 之上你再提供一些 这个其他的正职服务 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你这个基本的商业模式 是免费的模式 还是要存在的 其实否则的话 你如果是绑架我 你就不给我选择权利 因为垄断 我必须要付费 那就没有选择权利了 你们提那么多消费者 我们现场请我们消费者 来发一下言好不好 如果互联网要收费的话 在消费者看来 应该如何去收 收费的标准 应该怎么来定 来这边 收费是对的 为什么收费是对的呢 如果每一家公司 所有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说我先保证 我不收费 他哪来的经费 投资人投到最后 无底洞 根本这个企业不会发展 我有个烦恼 今天在这个 在这个头脑风暴里面 我就提一下 你比如说 我过年之前 去了一场埃及 埃及回来之后 我特别喜欢看一部电影 你如何的惨案 怎么收都收不到 好了 终于在一个网站上收到了 那个不要说1080P了 可能100千都不到 如果我花20块钱 50块钱也好 我到视频网站 我说你在10分钟之内 或者说 半条子这里给我 把这个影面找出来 发给我 这个是不是政治服务 是 是不是 彭总 甚至于还有一个 更进一步的政治服务 我们原来做过 后来是因为 这个盗版太猖獗 我们就没做 说每个人都有爱好 你每个人都会为爱好付钱 一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是 免费做基础 收费 一定要满足他特殊的爱好 好的 谢谢 来 小伙子 首先是我坐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站成这边的 但是这是我的行动 但是我的内心 还是在这边 谢谢 是因为什么呢 我想讲一个现实 你到底做这个还是做错的 对 这是一个是 被逼无奈 做的这个地方的 但是这是我们 不得不这样去做 之前我们的银行 是这种转账 是要收费的 你想 我们是 其实内心 还是倾向的不收费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主题 只有三个字 一个是互联网 一个是免费 一个是倒退 这是我们关系到 我们的一个社会 那么这社会 是倒退还是进步 你是否让我的生活 还有我的这种 其他的更便捷 或者是给我带来什么价值 那么你钱只是一个 一个手段 他说你是银行业的 是吧 没有 我是软件行业的 IT男 对 跟你是同行 是 你强迫了我 坐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你要进行收费 但是你收费可以 我赞同 对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 我收费了之后 我的权益是如何保障的 别人就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的道先定下来 刚刚他们提到说 你可以为你的爱好 而付这个钱 我同意 其实很多人都有爱好 可是你们有时候 找我们收的这些钱 并非出自于爱好 我觉得如果网络音乐 要找我收钱 那是我的爱好 我觉得微信提现收钱 和你们视频广告 要把它拿掉 这不属于爱好 你们不能一直说 我们把广告给你75秒 你现在不想看 是因为你的爱好 不 那只是因为我在为我的时间 和精力买单而已 我觉得下面有一个核心问题 假如开始收费了 那么收费会不会带来 两个正向的 共同发生的正向的效果 第一个 你们的现在烧钱亏损 再烧钱的模式 会不会改变 第二个 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付了费了 我真的确确实能够拿到 让我满意的产品或者服务吗 我觉得要收费 看你收在什么地方 就像淘宝上买东西 我当然要收费 对吧 你一定要付给店主要钱 才能拿到货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你要的这种收费 比方说 你说你要下载你一套 你的这个系统的话 我就要为此付费 我觉得可能你就达不到 你这个7E用户 这个数据规模 你之所以能够有7E用户 就因为你这个7E用户 都是免费下载的 我们互联网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服务于大众的 刚才这位上第一排的 最后一排的那个 看电影的 他的需求 其实就是很小众的需求 平均门类里面可能会有 将来可能会有很多 出来单独的 这个做小众服务的 但是大众服务的这种互联网 我觉得很难是去收费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话题 说银行业告别收费 是进步 大家都会同意吧 大家所有人都会同意 对 是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和互联网告别免费 是倒退大家有怀疑呢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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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清楚 中国这个社会消费的升级 是越多又有钱的年轻人 愿意付费的 你干嘛不提供更好的服务 让他能够付费得到更好的家属呢 我相信你也同意的 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让由于市场竞争的力量存在 让这些所谓收费的人 自己被市场打垮的 对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的 就像微信刚刚出现的时候 如果假设微信刚刚出来的时候 是收费的话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微信 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 对吧 所以同样的逻辑 那么还有刚才讲的 这个定价的这个标准的问题 我觉得核心就是说 还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用户是基础 你的产品是核心 至于你说你这个定价的标准 是什么 你一定要是从这个出发点 去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比如说 微信现在就刚才同种 我觉得讲得很好 就是说微信如果他要收费的话 我首先我非常痛苦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 每天都是离不开卡 但是同时还是有一个东西 叫钉钉 钉钉 坦白讲那我就只能去钉钉 很多人应该记得 十年前淘宝本来也要收费的 谁 淘宝 淘宝也收费了 后来因为有这个腾讯的存在 也做C2C 所以淘宝就收回去 说不付费了 对的 当年淘宝打掉 一去就是一免 免费为打 你当年的时候嘛 我们都记得 但一去是被他打掉 就是因为他免费 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 他一收费了 腾讯也C2C了 对啊 所以你看在淘宝上 有多少假货 出租车公司 要打得广告 您知道吗 做我们的出租车 比做专程安全 是啊 有加这么多 所以还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关系 只要存在自由竞争 你影响收费 没有那么容易 王老师 你刚刚说那个问题 我觉得一定会出现 一定会出现 就是说当你要收费的时候 如果有个竞争对手出来 说他免费 一定会出现 因为我跟你说 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 他们在除夕那一天 被马云气地 把支付宝卸载了 然后过两天 又被马化腾气地 把支付宝重新下载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跑来跑去 大家很没有原则的 所以我们其实 真的普通的老百姓和消费者 还是只会去看 谁方便 谁不收费 谁不方便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除了要给用户选择权以外 企业需要一个 创新的倒逼和体系 保证这个社会不断向前 不断地有创新的东西 不断有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 去提供价值 新的价值给用 这才是关键 我们现在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企业只会这一招 不会别的 我就会免费 其他我都不做了 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找到投资机构 把钱拿过来 然后拿着 写着漂亮的PPT 告诉你说 我把人都弄死以后 我会赚到多少钱 对吧 那个PPT又叫骗骗他 所以你意思说 你投资者都是笨蛋吗 没有 只能证明 骗数比较高一点 那就是你骗了以后 然后只会一招 叫免费 叫烧钱 烧完以后恭喜你 烧完以后后面还有人 我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错的 不代表收费就是更进步 不代表免费就是不好的 开启收费是一个思维 给用户收费的权利 叫进步 给用户收费的选择叫进步 就是你给他这样一个自由 彭总的经验比较例外 他刚好选择两个行业 一个是这个助长 打车的 一个是视频的 都烧钱的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 最早的楷模是新浪 大家新浪模式都知道了 新浪到目前都没有 问我们收费 那你觉得新浪 他也是赢利的 已经非主流了 他谁敢现在买 新浪被淘汰掉 新浪被淘汰掉 新浪到目前为止 还是盈利的 还是一个很好的互联网公司 就是因为这些公司 躺在那里 所以他们被淘汰掉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知道吧 如果大家只是拼命地 想着干免费 那算了 所有的部门都裁掉 只要融资部门 用户需要免费 所以你说的企业创新 我认为用户要的是 更好的服务和价格 你在企业内部去创新 满足我们用户的需求 这才是创新 好 谢谢啊 企业要开始收费的话呢 一定要想清楚 它的竞争这个行业的情况如何 很多的这个公司呢 想做这样子尝试 但是一旦做的话呢 都很担心竞争对手 也会免费的 那为什么视频不一样呢 随便到后来 投资者不是那么在乎了 所以呢 也不愿意给太多钱 跟更高的估值了 所以后来所有的视频的 所有的公司都开始 像用户收费 烧不下去了 烧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租车呢不一样 很多的这个投资者 包括我们在内 还愿意继续支持 因为结果 结果说后来 可能有更大的一个未来 所以短期之内 租车还不会像视频一样 但迟早还是会的 这是没办法 这个过程是一定会有的 对 所以背后的 烧钱的真正出钱的主 是资本的手 达成一致了 是资本的手 这是一个倒逼收费 大家其实是在竞争体系当中 形成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价值观了 所以不用太紧张 这个市场的这种 自然的这种变化 会产生出应该有的结果 大多数情况 您并不担忧会出现 对 我担忧的是 比较是微信 但是幸好还有阿里在 所以有一定的 恐怖的平衡在那边 OK 好 谢谢 好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投票吧 大家来拿起投票器 我们再来做 同样的话题投票 看大家有没有调整 互联网告别免费 到底是倒退还是进步 3 2 1 请投票 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 互联网就像我们身边的 水和空气一样 另外一种说法是 互联网就像当年的 电力出现之后 对于整个的 人类社会进步的改变 我想这两种说法 本身都是矛盾的 各位想想看 如果互联网 真的像水和空气一样 那它应该绝大多数 应该都是免费的 如果它像电一样 电从诞生遗史到现在 一直是在收电费的 所以我再想 对于互联网来说 既然它兼具了 两种不同的属性 和不同的定位的话 所以围绕着 到底收费还是免费 永远这个争议会继续下去 而对于企业来说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用脚去投票 而对于企业来说 每一次决定 是收费还是免费 特别是从免费 到收费的这个决策 其实是对自己的生死考验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 《通脑风暴》 我们下周再见 免费 补贴 超低价 互联网家的低价时代 你爽了吗 那个人好像不屑一顾的感觉 你说一块钱 吓了我一跳 拼命烧钱的互联网企业 你还好吗 哭水肯定是有的吧 在你这可能不一路之前 在别的地方特别之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是自然规律 《通脑风暴》 互联网时代的定价玄机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